26号起致力于犯罪文学创作小说等发展的台湾犯罪作家联会 西手花莲检察长宿舍以不在场会客室为场域的主轴 推出了主题书展 展出了22款台日文学主题书 联会成员作品还有台湾犯罪文学研究专刊年度的精选作品 期盼邀请民众敞扬在日式历史建筑之外 还可以感受到文字里头的人文情怀 位于花莲市三明街有80年历史的日式建筑检察长宿舍 现为一文咖啡厅斗宅检察社 及一起西手台湾犯罪作家联会 展出不在场会客室主题书展 展出国内犯罪小说作品及国际犯罪文学主题书 并将不定期举办线上讲座读书会等多元的形态 与民众在古迹里交流 第一个区块是关于联会本身的介绍 那联会本身的介绍就是这边有一些海报 它其实会呈现我们联会本身在做什么事 那延伸到另外一边去了右手边那个书架 它其实就是联会作家们的作品 那也包含我们刚提到的那个在鬼迷课里面 大家精选出来的13部作品 也会在里面做陈列这样子 等于是右半边是那个作家们的目前的成绩 他们的现况这样子 那左手边这个区块是主题书展 大概是每个会每个一段时间会更换 就是配合店家这边 因为这边是一个日式建筑 改造改建的 那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可以做一些 像这一期我们就做台湾的作品 跟日本的作品在同一个主题下面 两种不同的创作形态 就有一个对照的感觉这样子 希望可以就是表现出 台湾的创作者其实他也是很活跃的 在各个面向的主题上面有一些发挥 台湾犯罪作家联会在2020年正式成立 致力推广台湾犯罪文学发展 以犯罪文学年刊鬼迷课 编辑事务为主要的工作 并承办岛田装司奖等推理小说奖评选赛事 寄警表示 在昔日法务人员宿舍 举办台湾犯罪文学的展览别具意义 斗宅内的两次政殿裁犬 也称之自联名有了新的造型 欢迎民众长阳日式建筑的历史风貌外 也能在犯罪文学自理行间里找出真相 记者长邦彦华临时报导